字幕 hospice 祠 字幕 叫喇 Hello大家好、我是駱月 相信大作戰2推出了一支新槍 這一支是一支追擊槍 它有一個洗潔精在槍尾位置 蠻有趣的 大家也知道校長並不是一支追擊的能手 所以今天我請了兩位追擊界的強者 海格和寶寶龍 和大家示範這支新槍的用法 順便研究一下這個追擊手的手法 讓大家可以試用不同的追擊槍去玩一下 就當這條片是一個追擊家的新槍試用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他們的手法 有看我Facebook的朋友應該知道 這次槍的特性就是機動性高、處力快 但射程會比較短 攻擊方面仍然可以保持到一擊就可以秒殺敵人的威力 就是一支比較靈活的中近程的追擊槍 可能你會問 追擊槍最重要就是射程 如果射程短了是不是很不利呢? 這支槍因為射程短了 所以它的用處是有少許不同的 而且它需要更多的練習才可以用到 為什麼呢?因為射程短 就代表你跟敵人的距離比較短 敵人要殺你的話 你的反應時間會比較短 不過如果你多加練習 控制到距離感的話 其實都可以作為一個中距離的殺手 因為田彈速度比較快 所以用錯率比較高 你如果射了一發的話 你很快就可以上到另一發的子彈 另外它的大技就是這個 全隊加防 比其他例如這個連續丟炸彈的追擊槍絕招 攻擊性的確是沒那麼大 但如果整個團隊來計算的話 加防的確是一招不錯的招式 好 講完這支槍 我們就講一下這個追擊的技巧 大家看到海格的技巧裡面 是一個叫脫槍的動作 脫槍其實就有幾個用途 我們逐一講 首先就是這個Laser 這支追擊槍裡面有一個 看似是對你有益 但其實對你有害的Laser瞄準 這個Laser 就會提醒敵人瞄準它 令敵人作出一個警戒 從而可以很快速地逃走 所以脫槍就可以令這個Laser 不會驚動到你瞄準的對手 另外它也可以將你瞄準的時間 大幅縮短 從而達到一個秒秒秒射的效果 因為這支遊戲的追擊系統 需要儲元氣才可以射 很多新手開始已經只設定瞄準目標 在你儲氣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已經用了很多精力去做這個瞄準 到你真的儲元射那一刻 其實你已經很不集中 這一點已經足以令你 射不中對手 這個技巧大家都看到 脫槍這個技巧 其實就是在你瞄準的時候才脫掉 它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半秒 甚至一個用眼看不到的時間 你已經可以瞄準目標 然後射擊 當然這件事需要經過日積月累的磨練 和反方的練習 才可以做到一個精準去擊中一些移動的目標 那這件事是怎樣用的呢 其實很簡單 在這個遊戲裡面 只是你吵氣的時間 不用刻意去瞄準這個目標 反而你可以四圍這樣移動 但是當你一掃完的時候 就要運用你的反射神經 和熟練度去掉下這個目標的位置 去達到這個渺渺的效果 很影響到你這個技巧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這個靈敏度 要一個好的開始 首先你要一個屬於自己的靈敏度 那怎樣才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靈敏度呢 其實這件事是因人而異的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 那首先你就要去練習場 描述一個目標之後 再左右走 如果你瞄準的時候跟不相似這個目標 就代表你的靈敏度太低了 反過來的話就真的太高了 那你就可以慢慢調節去找到你想要的靈敏度 那記住了 靈敏度越低 命中率就會越高 靈敏度越高 轉向速度就越快 那我們的海格就是用這個-1的 讓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那我們設定好設定之後 我們就說一下怎樣可以練習這個脫槍 那追擊新手我們不建議一開始就落街場進行一個實戰 你應該在練習場那裡明白了原理之後才接觸實戰 那之前已經提及過這個掃氣的時候 不要瞄準敵人 要瞄敵人旁邊掃完之後才射過去 那首先你就在這個練習場 對一些不懂得動的標靶去進行這個脫槍 你不需要急著要殺死這個目標 反而你要慢慢將這個準星對進這個目標再開火 去吸收一下這個muscle memory 讓自己的肌肉熟習這一連串的動作 當你熟習了之後呢 再慢慢開始試一下 用一個比較快的速度再掉過去 那當你成功每次都擊中標靶的時候 就可以試一下一個懂得動的標靶 那你練習起來的時候有沒有覺得這個行動的標靶和靜態標靶相差很遠呢 那其實這個遊戲裡面的追擊系統呢 不像CS GO一樣 這個遊戲的子彈呢 因為是油漆 所以它是一定時間延遲的 你打中一個移動的標靶呢 脫槍的目標位置呢 就是它前進的路徑 也就是一個預判的攻擊 當你一直練習 達到一個百發百中的話呢 就代表你這個追擊的等級又上升了 你就可以去這個街場試一下一個實戰了 那記住這個脫槍技巧呢 絕對需要時間的練習的 希望下次追擊戰的時候 你可以來挑一挑我們海格的機器 那很多人都會問這個追擊呢 到底用不用體感好呢 大家都好像覺得用了體感好像比較厲害 那其實兩者都各有高低的 先講體感啦 體感可以配合這個方向鍵呢 做出一些快速轉向的效果 再加上手臂的動作作出一些微調 那就適合各位伸手啦 而沒有體感的話呢 重點就在於這個手指的靈活度 那就不用做出很多轉動手腕手臂的行為 去浪費一個體力 那是不是真的開體感強一點呢 那其實第一代的時候呢 都沒有這個體感系統的存在 那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一個百發百中 所以呢練習才是一個王道 看自己的習慣啦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你可以like我的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不定時實況 記得按鈴鐺才有這個實況通知 那多謝大家收看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